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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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含的膳食纤维比较 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话 他这个在小肠里边 他不能吸收 但是到了大肠里边 他就能够发酵 发酵以后呢 他就产生了一些 使正常的细菌 在正常的菌群 就能够大量的生长繁殖 那么使这个大便里 它的量就比较多 大便的量就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 它可以在肠道里面 吸收水分 使大便变软 同时它能够刺激肠道 产生乳动增加 就使这个排便力就比较好 所以像这种容易便秘的 如果年龄是超过一岁以上 就可以每周吃两次以上的处凉 那么在平时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 这孩子如果汗出的很多的话 要给他喝水 要给他喝水 多喝一些水 因为水分不够 也容易大便干扫 再一点就是生活要有规律 那么有的孩子 因为生活没有规律 他早上起来太晚 他有时候就是要上托儿所 急急忙忙 早餐没有吃好 饭没有吃好 那么这样的 这种孩子的话 他到了托儿所去 他就忘了大便 那么这个就产生大便 也是便秘的情况也会产生 还有就是因为经常便秘 拉出来的大便是很干很粗 那么造成了肛裂 肛裂以后就肛门疼痛 疼痛以后 小孩更不愿意大便 那么使这个大便的接的时间更长 接的时间更长以后 造成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觉得便秘的孩子 要注意的 一个要保证他的粮食 一个保证他的蔬菜跟水果 再一个就是要保证他喝水 跟适当的 就是合理的生活制度 跟适当的运动 因为长刀的运动 也能够增加肠子的大便的排除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